持續帶您關心到台南市區與會理事長林士傑 槍殺命案現在案情陷入了焦灼 因為槍手在高雄還有屏東都設下了斷點 警方認為說槍手想要逃的話 根本不用拉長逃亡路線 合理的懷疑說他目前人可能還在台灣 甚至有可能是外來勢力犯案 私下也透露說這兩天就會有消息 只是案件還沒有破案 台南市警察局長廖中山即將要卸任 到底這個案件會由誰來接手 目前傳出將由警政署督察室的主任 顏旺盛來接任 其雙槍當街朝台南市區與會理事長林士傑 開出十一槍命案事發第五天 槍手是誰案情依舊陷入焦灼 這幾天會給大家一個初步的結果 只是按照槍手設下的斷點 包含高雄屏東 有警方合理懷疑槍手要逃 根本不用拉長逃亡路線 加上林士傑在地關係良好 不至於惹來殺生之禍 因此不排除外來勢力犯案 目前以身份是本國人 現在講這個東西都還過早 這個必須要能夠明確抓到犯嫌 過濾他的真假 目前鎖定對象有強炮前科 甚至有暴力性前案紀錄 如今也有消息傳出 槍手也有可能先前早就出境 又偷渡回來犯案 鎖定的這一名對象是還在國內 我還是那一句話 希望大家能夠終整 給我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先犯來自哪 眾說紛紜 據了解作案車輛分別在台南及高雄 被找到 作案手法在警方看來 預謀已久 有沒有人堅硬也成為辦案困境 確實預謀已久 我們懷疑的對象不止一人 政辦陷入瓶頸 台南市警局長廖宗 中山16號又即將卸任 新任局長是誰 原先警政署警政委員 張宿德和林柏青呼聲最高 沒想到因為林世傑槍殺命案 出現轉折 傳出改由有刑事底 又有自律低調特質的警政署 督察室主任嚴望聖接報 只是這回臨危受命 不論是誰上任後 馬上要面對的 恐怕就是破案壓力 記著台南做不到